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哥 我先回屋休息了 从玉山回来 原本昨晚就可以到 为什么是今日凌晨 圣伦他受伤了 所以在路上耽误了一阵子 后来我们没有立即上路 看来你们是相谈甚欢啊 他人很好 当然 你知道世上有多少女子都想嫁给圣伦吗 王相信她今后一定会照顾好你的 或许我就是那个立万 我不想嫁给圣伦 我不知道两族联姻是大哥的意思还是谁的意思 但是我想说 如果你们非要逼我嫁给圣伦的话 我只能以死明治 不要再提什么死不死 就算死 也要嫁给圣伦 因为你是宣扬弱 而这 就是你的命 我想知道 在大哥心里 究竟我是你的妹妹 还是那些大臣的政治工具 迟云 我到底该怎么办 这也是我打败他们迎来的 我一定会是大家吃不添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 阿牧 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 早在十年前 我们就已经见过了 就是想知道 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忘了 子珠 怎么回事啊 吵吵闹闹的 王姬 出什么事了 有个贼子深夜闯入昭云殿 贼子 他有什么时候不好 偏偏要大哥在的时候 这不是找死吗 是啊 做贼做得这么不敬业 怎么捡了个这么个日子 真是胆大包天 那贼子长什么样啊 他 他脸上戴个面具 看不清楚长相呢 人在哪儿 在 在四殿下风间 我去看看 王 王姬 殿下让我保护你 谁让你进来的 出去 你想干什么 我大哥会杀了你的 我大哥 多数三生 放我弟弟 留你个全尸 要打便打 我还怕你不成 四哥 这就是杀死你弟弟的刀 他就不是 我 先把自己捐 走 把我身上 不愧是宣阳玉晨 我布置了一个又一个迷障 就是为了让你犯错 让我有机可乘 没想到却没有用 反倒是我中了你的计 你刚才那一下 就是故意做给我看 让我以为有机可乘 我不会杀了你 我会让你后悔活着 但是你犯了一个大错 你 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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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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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他的恩惠 虚非 担公 把엔这个恩惠 丶次 皇上 好了 好了 你早就知道四哥没死 为什么不告诉我 刚才情况紧急 我没顾得上 十若 四哥 四哥 大哥 阿牧 怎么样 没事吧 没事啊 阿牧怎么了 怎么都哭了 你们说谁死了 还不是要问大哥 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我 这个傻丫头 刚才以为你死了 就一直在旁边哭哭啼啼的 好好哄哄她吧 没事啊 四哥不好好的吗 至少 别哭了 照顾好她 我再出去看一下 好 好 好了 四哥这不好好的吗 没事了 大哥刚才说什么 他说出去查看一圈 怎么了 四哥 四哥 你既然没事了 就赶紧休息吧 嗯 对了 你说那个贼子 竟然敢闯入昭云殿 还能从大哥手上逃跑 应该也算是个厉害的角色 但是这昭云殿内又没有什么宝物 你说她来昭云殿干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好了 你没事我就放心了 我回去休息 你也早点休息 别哭了啊 好 别哭了 做什么 你刚才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只知道是你